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最後我英文啟讀 這個Alan Shaw 他叫做Alan Degeneres 你應該認識他吧 我們的五五六六 不是五五六六高北 左左右右 不是五五六六 我難過 然後那個跳舞的兩個小女孩 唱歌跳舞的兩個小女孩 上過他的節目等於算是有了全球知名度 我們的小胖淋浴群 唱那個Winnie Houston的模仿 那個也上過他節目 然後也是 總之他的表面就看起來是一個很nice的人 所以這也是他的招牌 就是我們要kind be kind 就良善的對人 那可是後來就被報說是私底下他苦毒員工啊 什麼這些的 根本就沒那麼好的一個人啊 什麼的 那所以他的秀啊 他經過了這個 經過了17年啊 OK 現在終於要停止了 因為就真的做不下去了 不過他大人本身並不是這樣講的就是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看到一些詞 包括就toxic 他們認為他的工作環境是有毒的 toxic這個字我們其實已經介紹過 那我們甚至那時候講到的是 toxic masculinity 這個概念 現在很多 很多東西都被灌一個toxic 像 或者是一些有毒的工作環境 你的老闆沒事就對你心騷擾 我女同事 不女同事 我的女同學 咽到人就對我他媽的90度盡禮 讓我覺得真的是很不爽 那總之這些都是 我們認為是toxic的東西 所以toxic masculinity 我可以舉個例子來說 就是 例如我們講 如果你沒有先前看過影片的話 像台灣的男生可能會覺得 我就是要賺錢養價 或者跟女生吃飯 我就是要不跟你AA男生付 那這個東西現在已經慢慢有在shift 不過如果今天你是一個傳統的男生 你堅持要替女生付全部的帳單 或者是你要當家裡面唯一的一個bread winner 也就是把麵包帶回家的人 就是賺取家計者的話 如果你有這樣的堅持 然後你老婆說不用啦 我也可以工作啊 你不用自己做那麼累 我說不要 我就是要 我們就會覺得你這樣子的 男子氣概是有毒的 所以這是西方現在目前的一種 你叫他顯學嗎 或者就是文化上的一個 毒霸著文化的 左派思想上的一種 反正是一個很強勢的概念 好 所以toxicity 是他的名詞 等一下會看到 然後現在Ellen要把他的秀停下來 我覺得這也算是cancel culture的一個 一個很大的事件了 所以他等於就是被大家cancel了 有很多被cancel的人 Kevin Spacey 啦 或者還有突然間腦袋想不想他是誰 反正就是他們可能以前做過一些事情 或者應該Louis CK也算是吧 所以他們做過一些事被人翻出來翻舊帳 然後就 喔你這個人不OK 我就不要再看你了 所以他就被cancel了 要是你對這個沒概念的話 現在介紹給你知道一下 要是你已經知道的話 那good for you 你有在follow這個全球性的一種風潮 當然這種風潮還是像美國帶領的 所以這還是西方社會的東西 不過我們學英文就學這個嘛 OK 有一天等到我們 華人世界爬起來之後 就由我們來帶領我們的風潮了 就像我們講的利路修一樣對不對 好anyway 所以這個是celebrity culture的一種改變 所以等一下看到這個字就是明星文化這樣子 然後他的秀叫做Ellen Show 所以這是跟他的名字一樣 因為他的名字就叫做Ellen Degeneres 所以這個有一個詞叫做eponymous 那也就是同名的 那等一下有看到這個詞 看怎麼用在他的文章裡面 那等一下有看到一個詞叫做分水嶺 因為他事實上是個女同性戀 所以當他在出櫃的時候啊 他造成了一個就是LGBTQ的文化上的一個 分水嶺的時刻 就從那時候開始大家就 那連他都是連他都願意出櫃了 我們就對這些不是主流社會的邊緣團體 就開始大家對他們知道 然後開始接受 然後到現在開始他們反而變得比較強勢一點點 所以他的出櫃造成了當時一個分水嶺 等一下我們看分水嶺這個英文字是怎麼說的 那然後接下來也有說到他的秀的這個cancellation 事實上是一個a long time coming 那這個片雲的意思就是 其實大家已經等很久了 就這個事情已經可以說是long overdue 早該發生了或之類的 然後也會被大家認為其實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所以早就已成定局 所以這個也是有一個英文的片語很不錯 今天我們主要大概就學這幾個 好我們看一下他的這個大標題 the end of Ellen's show signifies how celebrity culture has shifted 所以他大標題就是他的秀的結束 the end of他的秀 signify就是表真者 因為significant是重要的 所以signify就是重要的動詞可以這樣說吧 就象徵著表真者 how celebrity culture has shifted 就這個明星文化已經怎麼改變了 所以他的秀能夠讓我們很確切的看到這件事情這樣子 表真者 下面小標題 a turbulent year filled with reports of bullying and toxicity on the stars daytime show has reached an inevitable conclusion 所以一個動盪的一年 所以Turbulent這個字也不是說不常見 既然看到我們還是把它打出來好了 所以Turbulent 你知道在搭飛機的時候遇上亂流就是Turbulence 所以A turbulent year 一個動盪的一年 充滿了這個 充滿了各種的報導 Filled with reports 什麼樣的reports呢 就是霸凌以及毒 剛剛看過這個字 所以充滿了各種霸凌跟毒的 的這些報導們 的一個一年 那這些報導 都是report on什麼東西 就是對什麼事的報導 像例如說我們 假設我們今天看到 我們這裡不要停電嘛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寫了一篇報導 寫停電的這個專 不是專訪 沒有人可以訪 假設我真的去訪台電的發電廠的廠長好了 所以report on什麼事情這樣子 好anyway來 所以report on the stars daytime show 所以他的秀事實上 我們歸類為 daytime show 因為他是下午的時候播的 所以他不是那種晚上黃金時段 是說今時今日這些東西都已經 這些的definition都很blur掉了 因為很少人 比較少人開始就還是在看電視 很多人就 例如說你看網路上的 或youtube這些的 這些我們叫做over the top content OTT 如果你不曉得的話 就是你可以隨看隨選的 所以你不用follow一個電視的TV guide 或者一個schedule來看東西 但還是把它歸類成daytime show 所以一個一年已經到的 所以剛剛的主詞不要忘記了 還是a turbulent year a turbulent year filled with reports of bullying and toxicity on the stars daytime show has reached已經到達了 一個什麼呢 一個躲不了的結局 an inevitable conclusion Inevitable就是躲開不了的 這個字托福亞斯之類的同學都很會 inevitable就是躲開不了的 unavoidable其實這個字也是可以 conclusion結局 好結論 好這就他 那我們剛剛看過 下面就看一下介紹 我們今天要介紹幾個單詞就出現在這邊了 所以在經過了17年 after 17 years as a staple of daytime television 就又講到了 就白天的節目的這個staple 這個staple的意思就是一個重要的咖 說真的 像我們說 早上的時候可能會吃一些 那個像sereal之類的 我們就會說這個sereal 是a staple of American breakfast 這樣子 所以staple就是一個重要的部分 這樣 好所以他是一個staple of daytime television 經過了17年 Ellen DeGeneres is ending her eponymous talk show 所以剛剛看到的eponymous 就同名的 所以他正在結束著他的同名 talk show 所以這個其實才叫做 我們中文可能叫脫口秀 但是英文叫talk show 也就是聊天的節目 所以我們那種站在台上講的 其實不叫talk show 站在台上講的那一種 講笑話的相聲那一種 其實你叫他相聲我覺得一點也沒有錯 因為我們中文也有類似的版本 只是我們華人的相聲 或者中華文化相聲 多半講的這些老段子 那現在的人可能就叫他stand up comedy 好但無所謂 所以他在結束他的eponymous talk show the host 63 reveal to the Hollywood reporter that the show's current 18th season ending in 2022 will be its last 所以主持人啊 63歲也就他 所以這個豆點加個年紀進去 這是一個補充資訊的概念 豆點豆點包起來 所以reveal就是揭露顯示出 給誰呢給一個Hollywood reporter 所以這邊是一個媒體 這媒體的名稱就叫做 Hollywood reporter 好萊塢記者好萊塢報道者這樣子 那reveal什麼事情呢 that the show's current 18th season 所以這個秀的目前的 current就是目前的 第18個季節 所以18th season 而且他會在2022年結束 ending in 2022 這個念起來 2022 所以在2022年會結束 其實也就是要明年才會結束 所以這個秀的第18個季節 就會是他最後一個季節 所以 the show's current 18th season will be its last 中間這個豆點的豆點也是補充的資訊 所以18季會是最後一季 and while the comedian whose 1997 Time Magazine cover coming out Yep I'm Gay marked a watershed moment in LGBTQ representation in Hollywood attributed the show's conclusion to the hosting job just not being a challenge anymore 豆點 the end feels a long time coming the foregone conclusion of challenges far beyond her satisfaction with the role as America's daytime friend 這句話講得好長喔 所以我們來好好把它看一下 其實也幾乎就把我們想要講的東西 剩下該cover的cover完了 所以 and 這個while就翻譯成 雖然 而雖然這個comedian 就他是個喜劇演員 然後 又是一個補充 豆點豆點的補充 一路走到這裡 我們因為放大字體 這邊總共橫跨了三行多一點 所以補充的內容是什麼呢 就whose 就他的 他的1997的time magazine cover 就是時代雜誌的封面 這個 他的封面是正好他在出櫃 coming out 然後他還把他的那個標題 括號給你看 Yep I'm Gay 所以是我就同性戀 這樣子 所以這個標題 事實上我覺得當年一定相當的轟動 爽動 Yep I'm Gay 這樣子 I'm not 所以 1997 magazine cover coming out Yep I'm Gay 所以這個 那這個whose的子劇呢 他的1997年time magazine cover 是主詞 動詞就是marked 所以這個 當年的這個封面 標記了一個 Watershed Moment 這就是我們要講的分水嶺的時刻 Watershed就是分水嶺 那你要加個moment 通常就是分水嶺的時刻 這樣子 所以他標註了一個分水嶺的moment 在LGBTQ的representation 在Hollywood 就在好萊塢的LGBTQ的代表 這樣子 OK 所以 這個comedian 然後中間插了這麼一段話 就是講到他當年1997的故事 attributed 所以我們不要忘記我們剛剛的結構 雖然這個comedian attribute了後面這件事 attribute你可能不懂 我就必須解釋一下 他叫做歸因 他既可以是歸功也可以是歸咎 我正好今天晚上 今天我在錄的時間正好是禮拜四的晚上 那這個attribute就是歸功歸咎 所以可以是好的可以是壞的 我很快說一下 這不講我覺得是對不起你的 那也感謝Stanley同學 你跟我說我覺得我應該多講一些文法上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來吧 所以我再強調一次 attribute其實我已經講過 但無所謂 它是歸因 歸因 那歸因沒有正反面 可是中文又有歸功跟歸咎這兩個詞 那歸因呢就等於他們兩個 所以它既可以是歸功也可以是歸咎 所以歸因 attribute非常的好用 它的用法很簡單 xattributes ytoz就這樣 所以很多人動詞需要三個parties才可以完成它的動詞的功能 所以這邊講就是x把y歸因給了z 所以我們塞一個內容進去 我把我這個做影片的動力歸因於大家的留言鼓勵這樣子 所以我就可以說Paul attributes his passion for video making to 你看attribute後面接這個to to什麼呢 to support from fans 這樣子 所以這邊的結構就是x是Paul attributes his passion for video making 就是y to什麼東西呢 來自於fans的support 這樣子 so Paul attributes his passion for video making to support from fans 大家可以理解了吧 所以這就是歸因 最後回來這裡 不要忘記它的結構是雖然 所以它有雖然鬥點後就有但是 可是雖然這邊都還沒講完 所以雖然這個comedian 他歸因了 歸因了什麼呢 歸因了這個秀的結局 歸因給了to後面再接下去 目前都看懂齁 so while the comedian attributed the show shows conclusion to the hosting job 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就是主持的這個工作啊 just not being a challenge anymore 所以這是我在另外一個報道看到的 他認為 他聲稱主持的工作對我來說真是沒挑戰 所以他這邊用一個誇號來 算是引用他的說法 so the hosting job is just not being a challenge anymore 不再是個挑戰 好 不要忘記 我們現在還在雖然的結構裡 所以鬥點後 鬥點後才是但是的語意出來了 所以這就是文法同學 所以你要是能夠看懂劇情結構 懂得這文法結構 你才能看懂這個句子 否則你就只是抓了一大堆 仿佛好像是一些關鍵字 然後你跟人家說 嗯我看懂 no 你要是沒有跟我剛剛的這種方式來看的話 你真的不能說這個句子你看懂 你頂多可以拼湊出一個大概的概念 或許80%有講對 可是我還是會覺得你的理解並不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你大概也沒有辦法像他一樣寫出一張這樣的句子 可是我因為跟著這個 structure 所以你要我複製這樣的句子一點問題都沒有 所以不要再跟我說文法不重要 OK 我就是照文法來分析這個句子跟你看的 好所以這個結局感覺是一個 事實上是 feels like so the end feels a long time coming 所以結局啊感覺像是一個 大家都等了很久的 所以我們再強調一次 雖然這個 comedian 說 我不再幹了 因為 hosting job 所以我歸因於這個 hosting job 就是對我沒挑戰了 雖然我這麼講 可是這個結局還是會讓人家覺得 大家都等好久了 OK 然後這邊逗典後再講了一件事情 這個文法的概念叫做同位於 所以這裡的 a long time coming 的意思就是 逗典再接下去 就是把這個事情再說一次 換個方式說一次給你聽 所以逗典後就只會有一個名詞 因為這就是同位於的概念 你也可以想像這是 which is 就是這邊有 可以省掉逼動字跟關帶 好這扯太多了 所以這個 a long time coming 的概念 其實也就是這個 早就已經是一個定局了 因為 因為反正你知道 對他來說 這一些都已經太挑戰 好了 我們先還是把內容看完 所以逗典後接的是 the foregone conclusion of challenges far beyond her satisfaction with the role as America's daytime friend 所以這裡的 foregone conclusion就是我們另外一個要講的 就是我們會覺得這已經早就是一個定局了 所以這個叫做 foregone conclusion 那 gone就是go的過去分詞 for就是在前面 所以像forward是往前 不過那個只有for少一個e for forearm就是手臂的前臂這樣子 所以forgone就是在以前就已經走掉了的 所以這個解釋很爛 對不起 但總之就是定局的意思 就是先前就已經知道了 先前就已經走掉了的一個結局這樣子 我們都不用等了 因為他已經走了這樣子 所以必然結果這樣來反應 好所以那後面這個到底在說什麼呢 所以他就說這個秀的結束是一個早就成的定局 什麼東西呢 就這些挑戰們 這些挑戰已經是超越他 當美國的美國人的這個daytime friend的這一種滿足了 所以這些挑戰已經早就超越了他 從這個角色能夠得到的滿足 所以這角色給他滿足很多 可是挑戰已經超越他的 願意接受的能力了這樣子 或者願意接受的capacity 好anyway 講到這樣或許也就夠了 因為講了半天還講了一點點文法 那希望你今天有吸收起來不太多的幾個單詞 有時候我在講 可能有時候我都會想我可能講太多了 所以可能對同學來說不是很好吸收 因為也有同學的確在下面留言會說 哇今天這個好硬或之類的 那希望今天這個內容對你來說不會很硬 我們說許可以很快很快再看一下一下 剛講到像toxic這個字有毒的 我們說他的工作環境大家覺得有毒 所以你講toxic work environment也是ok的 那toxic masculinity剛講過 或是男生的一些有毒心態 那因為有男生可能覺得他需要當家裡面的扛生技的人 所以那個名詞叫做breadwinner 然後呢toxic看過 toxicity是他的名詞 那Alan經過了很tubulent的2020 可是沒有辦法他還是撐不過來 所以他是cancel culture的下一個 我們應該說他是一個victim嗎 或許他不是 因為或許上他節目的人 或者替他工作的人才是真正的victim 但你如果要說他是因為cancel culture而失去的這個秀 那也沒錯 所以從這個單純的層面上來說 說他是victim好像也並沒有不太對 but that's up for debate 好anyway所以celebrity culture已經不太一樣了 so it has shifted 那他的這個同名的秀 eponymous 其實我好想講很多的什麼冷結尾的一些詞 不過或許下次吧 好 所以他的同名秀要結束了 他的eponymous show 那他當年的出櫃是一個watershed moment watershed moment 分水嶺 attribute叫歸音 如果你希望把它記好一點的話 你還得需要記他的動詞用法 所以就是x attributes y to z 所以x把y歸音給了z 不管是歸功或者歸咎 都能夠用attribute這個字 希望你看起來是沒問題的 那最後這邊有講一個 something feels like a long time coming 就是覺得這個東西啊 覺得好像早就該發生了 我們都已經等好久了 oh this is a long time coming 這樣子 然後呢 他的秀的 他關了這個秀 事實上是一個forgone conclusion 一個必然的奪不開的結果 it's an inevitable conclusion 前面的標題的話 有提到這個詞 inevitable 躲不掉的 那另外一件躲不掉的事情就是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見